电脑上最好用的视频播放器是哪款 这是全球大部分视频播放器的名单 你看看你用的是哪款 这里边最好用的是哪款呢 是它PotPlayer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款全球最好用的视频播放器 到底好用在哪 好东西建议先点赞收藏 PotPlayer是韩国微信卡靠公司旗下的产品 2008年发布至今有13年的历史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流氓还免费 除此之外 作为一款视频播放器 该有的优点PotPlayer全都有 页面简洁 操作简单 支持几乎所有音视频格式的播放 软件小 不吃电脑内存 2019年虽然上线了右下角广告 但也不会在你观看视频时骚扰你 另外一般播放器没有的功能 PotPlayer也有 转码功能 优化视频的清晰度 支持软硬解码 倍速播放 最高可支持12倍 最可怕的是倍速播放时 它还能帮你保留原生 这是大部分视频播放器做不到的 直播源 这个可以看全球各国的电视台和直播 比如我们可以用它看央视和湖南卫视的节目 也可以用它看斗鱼和虎牙的直播 而且是最高清的 国外的频道就更多了 比如英国的BBC 美国的ESPN NBA MMA 欧洲足球比赛也都可以看 自动搜索字幕 有时候我们看的片源是生肉没有字幕 就可以用它帮你自动搜索字幕 沉浸式全屏 屏幕上不会出现任何东西骚扰你 包括鼠标箭头 这里边所有的操作都可以通过快捷键实现 然而这些还不够 它还有这些独特的高级功能 记忆功能 看韩剧美剧时很方便 下次打开就不用再找 自动适应视频的比例 跳过片头片尾 支持单针播放 让你不错过任何细节 这个做营销号的朋友用的比较多 比如为了解某一针图来做封面 支持5.1声道和7.1声道 这个搭建环绕声家庭影院时用得到 支持音画同步调节 解决有时候音画不同步的问题 强吧 按type键就能显示视频文件的详细信息 支持隔行转主行 做视频合成的可能需要 音量可以放大到500% 你的笔记本声音很小 或外部噪音大的时候用得到 支持level control 可以理解为滤镜调色功能 把视觉还原得更完美 好了 Pod Player的功能 我们就暂时只介绍这些 有很多功能我们平时可能用不到 但是它存在在那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到它的价值 综合来说 Pod Player不管是用户体验的舒适度 还是功能的强大和全面 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 包括它的同门师兄 也是全球第二好用的视频播放器 KM Player也没法比 最后提醒一句 百度搜索Pod Player结果的第一名 不是官网 我在很多视频中都强调过 下软件一定要去官网 不然一不小心就下载了 别人封装的二手软件 捆绑安装 后台偷偷静梦安装 弹窗广告 上传电脑数据和资料等等 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Pod Player官网链接和全球最新版 直播源网址 我会分享在视频的评论区 建议先点赞收藏 你以后一定用得上 OK 这期全球最好用视频播放器的分享 就到这里吧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用 可以帮帮点赞支持一下 以后我会分享更多优秀的软件 下期我会分享 电脑上最好用的浏览器 有兴趣可以点播关注 等我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秀软件贵在实用